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下面我们讲 《普贤行愿品》当中 前面讲了 加心七知共 真心广大发愿 戒心以功德舍异 现在是第三个 就是戒心以功德舍异 分暂时的果报和究竟果报 或者是后世的果报 来世的果报 可能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 昨天讲完了 今天讲的是第二个 就是来世果报 主要是以来世果报为主 那么这个也是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讲 获得世间的异熟果 讲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 咳咳咳咳咳咳 怎么说啊 主 就是说 颂词普贤行愿品 生生世世当中 就是获得了异熟果 我们知道这个异熟果 不能在人当中 还是在其他当中 跟其他同类的众生 没有很多特殊的功德 这里就是讲了 念诵普贤行愿品的 就是一个是种族高贵 还有他的容貌短暂 还有断针 然后色彩 润资 还有相好圆满和智慧圆满 智慧广大 然后一切魔众和外道 都不能摧毁 并且成为整个三界当中 所有众生的应共处 就是讲这几个方面的 所以我想大家一定会是 听了这个功德之后 都会愿意念普贤行愿品 因为普贤行愿品念了以后 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原因 将来的生生世世当中 具有在众生当中 比较超群的一些功德 第一个 种族和种类 也可以说 种族也是非常高贵的 像印度 一般是婆罗门 王族 比较富贵的一些族 现在的社会当中 虽然并没有特别讲究种族问题 基本上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人类 因为前世的异熟过不相同的原因 前世的过因和不同的原因 即生当中的确也是 其实比如说两个双胞胎 一个就变成了很多人们 比较恭敬的对境 一个不能成为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有权力 有地位 有财富 人人都非常恭敬的 现在的社会当中 也是像官员 像一些富翁之类的人 那么人们都是会非常恭敬供养的 像这样的人生生辞职当中 念普贤行愿品的这种人 他无论是转世造任何众生当中 他的无关断正 他的整个容貌非常庄严 看起来都是根本找不到 比如说他各自的高碍方面也好 或者整个无关方面 世间人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 特别找不到缺点的 这样的人很难找的 这就是我们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真正念诵这样的话 那么生生世世都会 他的整个心体非常可爱 也是这样的 然后包括他的肤色 像佛陀的肉色一样 金色那样 或者不管是白也好 百里脱红也好 有些人本来整个面容都是比较好看 但是肤色不好 有些肤色还比较润色 有光照的 但是又长得不好 所以有好多好多的确定 自己也是觉得 现在城市里面的石井都是在脸上覆没这个东西 覆没那个白色的 红色的 灰色的 有些是好像里面有各种信心一样 有什么清明性 有这样的 反正现在很多人 但是如果念普贤心愿品的人 不需要脸上 拼命地服各种东西 然后这是好像有些讲义里面 融和色就分开的 还有相好 相好三十二相和八十岁 如果得佛陀的时候 应该有这种相好 如果没有得佛陀 一般转轮王和比较高贵的 高尚的这些人 与相好比较相同的 有一些庄严的相 跟整个身体有不同的 一些特别壮观的相 跟与众不同的一些特点 还有他的智慧 能遣除一切黑暗的 愚痴的 这样的智慧 不管是世间法和初世间法的 这些智慧极其广大 所抉择的 绝对不会有什么出入的 这样的智慧圆满 这是具足的 这方面讲的 念普贤心愿品的一般 生生死死的确也是这种人 就什么方面 人具有了智慧 从各方面的功德去具足的话 这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经常也是讲世间的气德 比如说高贵 具有财富 长寿 具有智慧 无病等等 这些具有七种德 还有缘分好等等 那么这些人们生生世世当中 还是非常需要的 这样念普贤心愿品的人 会这样的 有些法师经常讲 大家好好地行善法 如果好好行持善法 你生生世世的 一定会好看 皮肤细肉 一定会经常讲这些 很多人也喜欢听 我们讲极乐世界的功德 有些人都不一定 尤其是在家一些居士 或者一些年轻人当中 你好好念佛 你长得很漂亮 肯定非常不错的话 都会拼命地 诗经地会念的 所以这是具足方面的 还有在世间的魔中 什么是魔呢 对我们的善法 读善法明的 《大智度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这就是所谓的魔 魔万不熏为主的 所有世间成千上万的魔中 也是不能对你 丝毫地摧毁或者破坏 同时不信仰佛教的世间当中 各种三百六十种等外道 这些外道徒对佛教徒 念普贤行愿品的人 都不会有任何损害的 我经常想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好 或者他的一些传承弟子 可以说 众生都是修普贤行愿品的 一直念诵的 在相对而言 在他老人家的道场和相关的传承当中 一般邪魔外道 都是很难以进入 可以说无极可乘 这也是一种不共的缘起力 我想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特别精进 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大德们 在弘法利生的旅途当中 几乎所有的魔中 所有的这些违缘 全部都可以有能力对付 或者说摧毁 消灭 有这样的 所以大家应该 深信这样的金刚语 一定要以后 在自己的有生之念当中 好好地念诵普贤行愿品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本来我们修法过程当中 除违缘的 比如说八大法行里面的 蒙修仪轨 还有金刚诀 马头冥王等等 有很多的蒙修法 但是这些蒙修法 我们修持蒙修法的人 他没有大圆满或者密法的 深渊次第的境界的话 虽然法很殊胜的 但是有些使用起来也不一定非常成功 不如以慈悲心来念诵 普贤行愿品 实际上在修道过程当中 一切的违缘和障碍 全部会小声利器的 像是以前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也是亲口这样讲过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也有时候经常听到 哎 我现在修行过程当中 又出现魔障了 又出现违缘了 这种违缘当然有各种过程 有些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 一些无形的非人的违缘 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一些恶念 你的行为不知不觉地 往恶法方面开始转移 有这样的 有些表面上看来都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一些好朋友 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 也有可能粗暴的行为 也有可能非常吻合的手段 不管怎么样 让你离开这样的正道 这也是一种魔中 也是一种外道的违缘 那么这些违缘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经常会遇到的 这些诸如此类的 很多魔障 有心无心的这些 全部都是依靠普贤行愿品来 会遣除 所以我想我们经常要懂得 什么是魔的话 其实魔按照大乘 比如说像《大智度论》 或者一些《华严经》的观点 基本上属于自私自利的心 自私自利的所有的心 属于一种魔障 尤其是利益众生方面 你不愿意发心 或者发一个小的发心 或者说你精进地 修一点点善法就已经足够了 或者一些难度等等 《华严经》里面讲了十种魔障 其实这些都是 以大乘发大菩提心 或者利益众生的前提下 一定要寻持流露万行 与他相为的一切言行举止 成为一种魔障 对菩提心相为的一切行为 都是魔障的 这是比较严格来讲的 当然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 离开善法的一切的声音也好 一切的形象也好 一切的念头 这些都是可以说是一种魔障 所以念普贤心愿品的人 真的也不会遇到这些 即使遇到的话 很快会远离的 所以我们再三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是居士身份 还是出家人的身份 现在无浊恶世 可以说是某种极其畅狂的 这样的时代当中 我们现在如理如法地 修持正法的人 可以说是风貌临教 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 那么这些人随时都是自己有一个 可以说像披上铠甲一样 有一种对抗地对怨地的一种能力 或者是这样的打算 这个是最好的 普贤心愿品 我们有些人念一些 护论的咒语 有些人身上披上一些铠甲 包括有些冠兵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身上别人的子弹 不会传进来的 我看到很多美国士兵 他们传到夏天的时候 原来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 我也不是去伊拉克去看的 但是在其他地方看了以后 我觉得特别可怜 有时候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 在外面放子弹的好多东西 穿了很多的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不一定担心这些 但是确实是魔动的子弹 比世间的子弹更要厉害的 一旦穿入了你的心脏以后 无可就要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很多道友 也是最后入了子弹以后 没办法 最后经常念颂普贤心愿品 还有念普贤心愿品的人 可以说他是在三界当中的 所有人天 众生 对他各种各样的供品作供养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是可以发大乘菩提心 然后念这样的普贤心愿品 别人对你 比如说诸天人 念普贤心愿品的人 所采下的这种威尘 天王也是可以顶待的 所以世间当中的各种 包括不管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经常接受别人的供养 接受别人的顶礼 接受别人的赞叹和恭敬 自己担心 接受不了 有时候也有很多的担忧 其实念普贤心愿品 把善根好好地回向 一般世间的一些有漏财富的 这些异熟果报 完全都是可以消去 而且我们经常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什么供养 那至少也是你供养比较大的话 专门为亡人 或者为火人念普贤心愿品 作回向 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一般供养这些都是 念《遂念三宝经》 和普贤心愿品 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因此念普贤心愿品 在生生世世当中 都是得这种果报 这是第一个科判 第二个科判 获得了出世间的功德 念普贤心愿品 获得了出世间的功德 什么样的出世间功德呢 受以菩提大所望 作以降伏诸魔众 成等正觉转法论 普利一切诸汉世 念普贤心愿品以后 今生当中 因为他的功德和他的加持力 在将来的生世当中 很快地会获得佛果 要获得佛果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需要前往具有十六功德的 大菩提所下 像印度金刚座属下 当时世尊也是在六两苦行以后 前往大菩提加业 在菩提所下 金刚家夫发了广大的誓言 在这个座位上 如果没有大智大悟的话 不会弃定 然后一直发坚定的誓言以后 在那里成就的 所以我们念诵普贤心愿品的 这些所有的行者 最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成佛的 念普贤心愿品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成佛的 而不是发财 也不是让你暂时脱离病苦 脱离厄运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最终是佛果 因为佛果与普贤心愿品之间 就像我们音名里面讲的 精趣与恨果之间的差别 修普贤心愿品法门的人 实际上将来 迟早都是一定会获得大菩提果位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将来他会在扎菩提树的树王下 菩提树王下坐着 像佛陀一样的金刚家佛座 然后在那个时候 魔王波寻等很多人天的魔众 来进行干扰和扰乱 或者摧毁你的菩提道心 那个时候 不但是不能摧毁自相续的道心 反而以大慈大悲心 将把所有的魔众全部向佛无语 就像《世尊广传》里面 其实把释迦牟尼佛的 《佛本心寂静》里面 从整个苦行 承道 陷服魔众 转法论 利益众生 这些过程讲得非常细致 以前经常看过一些 佛的《本生传》 在这些《本生传》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将来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人 一定会在不同的刹土当中 那他也讲了 受到了阿弥陀佛的授记 在不同的刹土当中 很快的时间当中在菩提所下坐 坐完了以后 马上降伏所有的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 蓝魔 女魔等一切魔菌全部摧毁 魔障全部 当然是外在世间的各种魔 内在的烦恼魔和所知障 所有分别执著的这些魔障 这个是最大的一种魔障 所以这是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那么这些魔菌全部降伏完了以后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大持大悟 完全通达了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时候 自己所证悟的这种感慕境界 为有缘的众生要传递 要传递的时候 一定要就像佛陀一样 转三次非诸的法轮 主要是转三次 其实《普贤行愿品》 也是属于第三传法轮的 《华严经》是在藏传的有些了义经典 在法门设施的时候 第三传经典里面 因此会转无上的妙法轮 转法轮完全利益众生 我们并不是 比如说像世间的一些老师 像世间的一些教师 他登上老师的位置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养家户口 自己得意的 但是不是他所有的这些目的 全部都是为利益众生呢 不一定 不一定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人 确实是无私的一种风险的人 也是有一些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获得了大菩提的时候 最终的目的并不是 不管是阿弥陀佛 世间牟尼佛 或者我们现在发菩提心的 任何一个人 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自己享乐 自己极灭 自己强乐和极灭的话 这是我们达成最忌讳的 最排斥的一个观点 可以这么说的 那么这样的话到最后 用佛法来饶益无量的众生 啊 这里汉胜知识 具有形式的这样所有的众生 所以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到 我们念普选行愿 平时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成佛 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佛 成了佛以后干什么 做什么呢 就是要利益众生 通过什么途径来利益众生呢 以佛法来利益众生 那么以佛法来利益众生 一定要转法轮 没有转法轮 光是像一种境界 像如来遗传那样 有一定的困难 如来遗传 实际上 乔美仁波切的一个 《闻解脱》的功德里面 讲从释迦牟尼佛 到现界前佛的最后佛 圣解佛之间的所有如来 其实也可以属于如来遗传 好像我们前行里面也讲过 不知道我讲过没有 这样的话 别人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得到 比如说弥勒佛 和释迦牟尼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是如来遗传的 这样的一种传说 而我们现在众生 可能是没有这种境界 没有这种境界的话 那么佛陀也好 菩萨也好 平时一般世间的菩提甲楼 应该以佛法来饶育众生 佛法来饶育众生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先观察自己的心 先是不是自己为了 宣扬自己 或者为了自己得一些名利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 想给别人传授佛法 那得不叫传法 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贩卖佛经 应该说是把佛 离成一种招牌来 就像现在搞什么 传销的宣传一样 尤其佛教徒真的是把佛法 作为他的一种手段 他自己的目的是 我要么得名声 要么得一个位置 要么得一种财富 这样的话 最好不要传法 不如自己去打工 自己去挣钱 自己烧厕所 那这样来挣钱更清净 确实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甘露 以这个来想挣钱 以这个来作为 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的确也不合理 现在世间很多人 对佛法的理解 误解就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的确也是 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我们出了家以后 其实出家人的确是 他的人物更重的 应该可以说是人重道远 因为他没有家庭的约束 没有单位的约束 他完全出来了 那么出来了以后 他头发没有的话 说明所有的束缚就没有了 那开始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 真的要进入弘法灵圣的 大队伍当中了 应该真正的出家人 也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才算是大乘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当然你如果是一个 希求寂灭的一种小乘出家形象 可能自己希求一种果位 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知道 发菩提心 也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 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成就转法论 转法论过后干什么呢 就是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是我们每一个 修行人最终的目标 我现在很需要把佛教的有些道理 要给很多人讲 如果没有讲的话 现在许许多多的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教 佛教的基本道理和基本理念 都是对很多人来讲 可以说是茫然不知 非常可怜 包括有些佛教徒 有些寺院里面的出家人 根本在这方面是不重视的 当然我们如果建造一些 佛殿 佛像 这些也是一个功德所依 我们不排斥 有一定的功德 但是最主要的佛法 在人的心相续当中 他可以建立佛床 树立佛床 因此我们发大愿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怎么想 前面偈颂念诵的时候 愿我生生世世 不管是在人当中也好 在那里还是要成为一个 不要变成谁都是排斥 谁都是看了以后特别讨厌的 谁都不愿意见到那种人 人当中的确是 到哪里去 在任何人群当中去的话 在家人的时候也是 谁都是不欢迎的 包括出家人的时候 也是这个班里面也不受欢迎 那个班里面也是不受欢迎的 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的运气不好 应该到另外一个道场可以吧 又换另外一个道场的话 在那个道场里面 也是不受欢迎的 又换一个道场也不行 所以有些人真的 医疏果报不好的话 谁都不怀疑的 有些人不管是到哪里 谁都觉得 这个人是真的非常尊重 非常尊敬的 也有这样的 因此我们先发愿 生生世世当中 众力 向好 智慧都圆满 然后最重要的发愿 我们也不是暂时的一个发愿 就已经做够了 一定要 大家都是要想 因为我们得人生是很难的 得人生以后 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 已经离开了这个人生 谁都不好说的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 这么多僧众和 这么多佛教团体一切 哪怕是念一遍普贤心愿品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但这样一边观想的时候 一边自己也要思维 我念普贤心愿品 我今天回向善根 不是思维自己 一定要将来很快的时间当中 我成佛 成佛以后 我用转法轮来利益众生 现在我们凡夫人 虽然说是转法轮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个相似的法轮 我们讲相关专业论的时候 真正的法轮 佛陀和菩萨可以转的 我们凡夫人转的话 转不动 有时候即使转 但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们一定要 转真正的法轮 要发这个愿 这叫做普利一切诸汉事 然后下面第三个是 总结所发愿的这些功德 第三个 若人与此普贤愿 读诵受持极言说 果报为佛能证知 决定火上菩提道 整个功德 全部我们中解的话 是这样的 如果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就是念了这个普贤心愿品 或者对这个普贤心愿品 读诵也好 受持也好 或者给别人言说 这个功德 只有佛陀才能了知的 而且最后究竟的功德 必定会获得佛果 而生菩提道德 获得佛果的 这是决定无业的 不要怀疑的也是 好像藏文当中是不要怀疑 《普贤心愿品》的《长寒文》里面也说了 陌生意念应当低俗 所以跟藏文比较相同的 不要产生疑虑 然后一定要好好地接受 这个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对《普贤心愿品》 我们当然如果把它的内容 能观想 读诵的话 功德是更大的 即使你把里面的很多内容 不能完全领会 但字面上 在口头上开始念诵 封诵 这是一个 然后自己手持 手持的话 心里面进行 把它接受 记在心里面 或者把它经常放在 佛堂里面接受 我们平时讲十种法心 其他的一些大乘佛教 比如说山邪 供养 施给别人 然后自己读诵 还有听受 接受 我们这里受持 受持的意思 然后给别人演讲 还有封诵 封诵跟读诵 稍微有点差别的 还有思维和修行 这叫做十种法心 《现观传论》当中也讲过 《变种辩论》里面也说了 心是法心 则活佛具无量 心十种法心的人 获得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是重的大乘佛法 如果我们行持 谁能读诵 谁能闻思修行 其实在十种法心里面 闻思修行都是 三个都是分开的 十种法心 我们听听课的时候 也算是闻思修行了 先听了 然后思维 再修的话 那十种法心里面好多的 这样的时候自己也要开始 封诵和读诵都可以接受的 同时自己在上面稍微写一写 我看有些人的字体很难看的 写人的时候写疤一样 然后有些尤其是像我一样 比较欲修快的话 只是写一个字 然后后面忘了 不知道什么 一直听着这样 最后又不写了 就不高兴了 等等 凡是说《普贤行愿品》 读诵的 然后自己受持的 还有给别人言说 受持里面 我们在这里 从广义上讲的话 闻思修行全部都有 《普贤行愿品》的受持里面 你要自己受持 或者说经常呆在身边 呆在身上 这些都是可以受于受持的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读一遍《普贤行愿品》 或者进行思维 或者听受 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 不是很困难的 那么这个功德是什么样呢 一般世间的一些善知识也好 或者声闻 怨觉 阿罗汉 这些有多少功德 他们是说不清楚的 因为他的功德太盗了 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 我们都知道 阿罗汉的智慧 非常的广大 他很多时很多时的宿命 也知道的 很多时以后也是知道的 这一点不仅是阿罗汉 世间的一些仙人也是有 世间有些仙人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 因为他知道 前面的几时几时就知道 后面的几时几时知道 他只是前世后 稍微短暂地承认 所以外道的有些宗派当中 也有这样的 但是像无数戒以前 他就没办法知道 在这个之前 他根本无法预测的时候 他经常说 这个人的前世不是什么什么 他经常搞错的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 一些智者也好 或者声闻缘觉也好 这些 念一遍《普贤行愿品》 或者讲一遍 或者自己受持的功德 他们确实是无法测制的 唯有全知的佛陀 他才知道 噢 某某人以前念过《普贤行愿品》 以前受持过《普贤行愿品》 因为这个功德 在无数的世当中 他在人间接受 相好圆满的 智慧圆满的 然后他财富 长寿等等 这么功德 然后在人间当中 也是接受什么什么的功德 他全部会知道的 佛陀因为他是编制 一切的生世当中的 这些流转全部都知道 除此之外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 最后必定会获得佛果 获得菩提证道的 这种道理 唯有佛陀知道的 所以我们按照藏文的意法 对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产生任何怀疑 最后就是说 你不要产生怀疑 因为一般世间的愚者 对甚深的法门 经常有一些怀疑 就像《入大乘论》里面也说过 顿者心下劣疤 闻者怀惊疑 惊疑是恐惧 还有疑惑的意思 正是否则者 论者甚深 说真正具有广大智慧的佛子 那么是甚深的 像《普贤行愿品》里面 所讲到的那样的 甚深的道理 完全是可以灵回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一些思想下碍的人 他们的确也对产生怀疑 有这种现象 但在《普贤行愿品》当中 要求我们 千万不要产生怀疑 这是佛的金刚语 将来必定会得到这些果报 所以我们听了这个颂词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以后 在一生一世当中 或者是发愿 乃至生生世世 会读颂《普贤行愿品》 自己经常也呆在身上 我看有些道友还是很不错的 到那里去了的时候 自己带法本 带念诵的客颂机 到那里空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客颂 每天都是自己会完成 非常有加持和有功德的经文 经常念诵的 而有个别散乱的人 经常没有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 非常轻松 但这一点也许是可能真正的大修行人 大修行人 一切都装在光明智慧当中 心里面 所以不需要拜很多包袱 不需要的 我们也应该观清净心 他这样赤裸裸的 决心的功德 在行为上也是不难看出 也是这样 但我们一般的人也经常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经常念诵《普贤行愿品》 确实非常重要 就是非常重要 下面讲 应该是我们客盘当中的最开始 出山 中山 莫山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莫山就是中回向吧 忘了 凡事应该可以吧 他这里很多藏地的 有些客盘方式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这边基本上以我的智慧来 安立了一些里面以上的科盘 应该可以吧 出山是包括《普贤行愿品》的名称这些 中山是中山经的意义 整个经义分我们前面讲的是 加行 真行 后行这三个 然后莫山真是大回向 中回向 中回向也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回向众生 暂时成就大愿 第二个是回向众生 究竟往生净土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若人颂词普贤愿 我所稍分之善根 忆念一切细节愿 成就众生清净愿 那么就是说 如果有人颂词普贤行愿品 或者发愿这样的 普贤行愿品的话 那么普贤菩萨说 仅仅是读诵 或者是意念 或者思维的一个 稍分的善根 回向给众生 在一刹那间当中 在意念当中 一切你的发愿都会圆满 让这些众生 会成就清净的大愿 汉文里面这样也可以讲 如果按照赞文的译本的话 我读诵的普贤行愿品 所积累的少许的功德 就是回向众生 让众生以刹那间当中 圆满成就他的大愿 也有这样的解释的话 也应该可以 不管怎么样解释 意思就是说 念了普贤行愿品的善根 让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 他们会得到利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样通过化缘 通过这样的修持 修持以后世间的这些众生 他也是依靠发心的敌势力 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在他相续当中 想获得快乐的 想获得清净戒律的 想获得各种各样的 自己所愿的这些众生 都会很轻松地得到 所以我们经常为了世界的和平 为了众生的安宁 为了让人们的幸福和快乐 让众生离苦得乐等等 以各种目的 四方的这些僧众和大德们 经常通过普贤行愿品来回向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发了什么样的愿都会成就的 这是一个殊胜的愿气 以前我讲过 《文殊根本序》里面也说过 说诸法及因缘 诸于意乐上 好像在《前行》里面也用过吧 何处法何缘 必等等成就吧 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切法 实际上是依靠因缘的 依靠 都是建立在因缘上的 在任何一个地方 发了什么样的愿 然后你发了什么样的心的话 他因缘成熟的时候 一定会成就的 比如说 我经常发愿 受持清净的戒律 那么生生世世成为 受持清净戒律者 我经常发愿 我生生世世通过布施来利益众生 那么也同样会实现的 所以有些人在即生当中也是 愿大 利大 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一定要想比说 我建立一个什么什么的公司也好 我建立一个什么道成 一定要利益很多的众生 虽然我是一般的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后来的确非常稀奇般的 很多的愿会实现的 这也是我们发愿的力量 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曾经也是经常讲过 希望大家跟很多僧众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发愿 或者说到了一些比较殊胜的地方 以前高僧大德所加持过的地方 或者说以前诸佛菩萨所加持过的地方 或者说一些特别有加持的佛像 佛塔 佛经 在这些面前 我们一定要自己做一些 比如说供水 供灯 供香等表示 象征性地做一些供养 然后就开始发愿 以后如果自己有机会超善也好 有机会拜见一些非常工人的 大成就者也好 在那个时候发空愿是不合理的 什么都不发愿 嗯 给我加持一下 给我加持一下 就完了 也不是这样的 应该在一些殊胜的对境下面 自己发愿很重要的 同时发愿 我以前也讲过 千万不能发恶愿 发了恶愿的话 的确也是有时候 看到一些历史也会成就的 所以说这种恶愿 绝对是不合理 一定要发愿回向 而且这样的发愿回向 为利益众生而回向 为利益众生也不是个别的众生 原来也有这种说法吧 说是无相禅师 有一次有一个农民 他好像妻子娶舍了 然后让无相禅师来超度 回向善根 跟他进行供债 然后回向念经完了以后 她的丈夫问了法师 说你今天超度我的妻子 是不是很成功的 你回向好了没有 他说我回向好了 我就铺利一切众生 以你妻子为主的一切众生 得这种善根回向 然后她就很不高兴 她说那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我妻子心态很较弱的 她说你如果把善根 全部回向给所有众生 她肯定接受不了的 她肯定接受不了的 你可不可以把所有众生的这些善根 收回来 单独回向给我的妻子 后来禅师给他也讲了很多的道理 这样的话 对你的妻子也没有意义 如果像阳光 铺照大地的话 照大地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在其中的一个生命 通过饶遇别人的力量 其实他得到的力量是更多的 后来他这一段 勉强已经答应了 但是他后面还有个要求 他说那你这样 回向一切众生的时候 我邻居心照的这个人 对我特别不好 他经常想害我 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里面 把这个人抛开 除了这个以外回向给他 然后禅师又开始给他进行一番 也有这种说法吧 所以我们世间人的确也可能有这样的 我们要回向所有的众生的话 在所有的众生里面 我有特别贪执的 他应该得到多一点 然后我特别不愿意看到 不愿意平时与他交往的 有个别特别坏的人 那这个人最好不要让他得到 包括他 我也有点不愿意 可能有些没有发大乘心的人 也会有这种情况 但这些都是有度的回向 应该最好的回向 是无缘当中回向 但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做到这样 也是普贤菩萨怎么样回向 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的话 文殊菩萨绝对不会 他回向给我家人为主的 他首先把自己相关的人 或者对我损害的这些人把它除开 然后其他所有的众生回向 那如果这样的话 到时候一个一个算下来 可能胜不下几个了 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确实有些佛理不懂的时候 往往都是认为自己以前的 一种非常自私的心态 或者很顽固的一种想法来推 这就是不合理的一种回向 因此我们要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就像我所得到的一切善根 啊 读诵也好 思维也好 凡事与他结上善缘的 这些所有的善根 普远所有的众生都得到 尤其是对我关心不好的 对我经常 好像自己心里面 连见都不愿意见到的这些众生 先应该让他得到 如果你用一个特别广大的心态 来进行对他不适合回向 那所成就的速度是更快的 会快速地一年间 能把所有的愿也会实现的 这是第一个回向文 第二个回向众生究竟获得净土 往生净土 这个回向 怎么说的呢 说是 我持普贤殊胜心 无边胜负皆会想 普愿成立诸众生 受网无量光复杀 其实藏文当中 后面还有一个寄宗 据说是大义士贝罗赞放的 但汉文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用 汉文的《华严经》作为主要所讲的法 我持普贤心愿的话 普贤菩萨当时发愿的 普贤心愿大愿 这样也可以 我指的是普贤菩萨发愿者 这样也可以 那么我持普贤心愿无边 或者说我这次念诵 但藏文当中好像是我这次 通过修持普贤心愿品的功德 回向给无边无意的众生 藏文当中应该这样 这样可能好一点 意思就是说 这次我们通过修行 念诵 听闻 思维等等 普贤心愿品这样的大愿 其实这个大愿表面上看来 好像汉文当中都是 无前哪个字吧 包括长汉文的 但这个实际上是 像以前的清粮果实 他们都是把它当作小花颜经 光是念一遍普贤心愿品 也算是念了一遍花颜经的功德 我们藏文的《大藏经》里面 也是有普贤心愿品 藏文《大藏经》 现在好像有四大汉 四大汉的最后一个花颜经里面 就有普贤心愿品 以前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我特意翻语《花颜经》 藏文《花颜经》和汉文《花颜经》 那个时候比较精进 一直翻语了很长时间 当时发现藏文和汉文里面 都有这样的普贤心愿品 普贤心愿品这样的殊胜大愿性 它的功德和它的福德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可以说 无法用世间的一种语言来表示 无量无边的 可以说我们念一遍 修一遍的功德 的确是无量无边的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 其他什么都不会修的话 光是每天不间断地念诵 普贤心愿品 这个功德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这样无边的最终功德 全部回向 回向给什么呢 回向给所有的 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这些众生实际上是 他们成立在轮回的大海当中 他们经常感受生老死病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 一直无法救度 成立在这样轮回的大海当中 一直无始以来都是 他们在那里受苦的 让他们 我们回向给他们 回向给他们以后 让这些众生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都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不管是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很多高僧大德 一课同声地说 念普贤心愿品的人会往生极乐世界 你们如果能看长行文里面 我记得也有 比如说我们人死的时候 所有的竹根也是会碎胎的 所有的情依也是 没有办法会远离的 包括我们的威力 城市 骏马等等 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是完全舍弃的 那么唯一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冤枉 他不会舍离你 而且他是在一切时候跟着你 最后一刹那间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这的确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辈子修的话 我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的 其他所有的事情 到你死的时候 像梵天腐地般的 全部都是放在 留在人间的 唯有我们行持 普贤心愿品念诵的这一点功德 会跟上你 跟上你 在那个时候可以自然而然 往生极乐世界 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 你就亲自能见得到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弥勒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众菩萨和佛陀见到 见到之后 一切功德自然而然具足 所以我们回向菩提的时候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很重要 法王如意宝 也是一辈子开始修这样的大法 以前萨迦派有一位大德 我今天刚找到了他的讲义 不显心愿品的 但我已经讲完了 我觉得他讲得比较广 我原来一直想 结果我自己的书里面才找到的 我大听了很多人 听说那个讲义比较广 本来我印度好几个讲义都有 但是后来今天刚找到 最后我就看了一下诫文 诫文里面有一个大德也是讲过 说每天都是念四三遍普贤心愿品 然后在阿弥陀佛的相面前 自己好好地行持善缘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修一个往生法 那这个人决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毫无疑问的 也是讲得特别清楚 我想我得到这一句话 也是已经满足了 其实真的 好像以前本老的弟子也是说过 本老现在好像一百零五岁的时候 还是在当时 一百零五岁 他好像一百六岁的时候圆寂的吧 一百零五岁的时候 早上四点钟起来 念《普贤心愿品》 几十遍 所以我们在藏地 也有很多很多的 一直念《普贤心愿品》 包括以前萨迦班智道 也是一直修《普贤心愿品》 后来他用天人的语言 来给众生宣讲《普贤心愿品》 也有这样的说法 现在的噶玛巴好像说 用血和红魔一起 我那天看到一个 在什么资料还是网上 看到他也写的一个《普贤心愿品》 我原来讲过 本老是真正用自己写的《普贤心愿品》 其实高僧大德们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 把《普贤心愿品》去串习 我们也是从现在开始特别希望 每个人有生之年当中好好地发愿 你临终的时候也是唯一的 依靠《普贤心愿品》的功德 可以让我们往生 安详地往生 这一点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想希望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尽量不间断 为什么上师如意宝讲 即使他传的法不多 一天的《普贤心愿品》 连锁没有间断 那么获得一天都是完全有意义的 说过这句金刚语 现在也是可以说 对我来讲还是记忆有心的 应该说是非常清楚 因此在座的各位经常这样讲课 不一定有这种因缘 讲课的话可以说 我也是这次《普贤心愿品》 用汉语来讲是第一次 也许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的语言也许有人相信 也许有人不相信 但不相信的这些人没有理由 因为我有教证和理证 开玩笑 希望我们很多人 应该用正面来理解 知道《普贤心愿品》 不可思议的功德 当然这个是前世 如果你突生到旁生当中 地狱里面 那这些人即生当中 对甚深的愿文 不一定马上能信 但逐渐自己好好忏悔 那么慢慢慢慢对大愿望 即使你遇到这个法 听到这个法 看到这个法本 也是一定会有善缘和善根的 因此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 希望大家好好地去修持 同时自己有能力的话 我刚才讲了 不要以自私自利和 自我宣传的目的 应该以自己有能力的话 哪怕是一个人 也是给别人传讲 佛陀在《宝积经》里面讲了 大乘佛法 哪怕是给一个人讲一个颂词 用四句的一个颂词 他的功德远远超过整个七宝 遍满世界而供养如来的功德 所以我想很多人 都是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也许能找到一个徒弟 找到一个徒弟的话 你就把它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 实在不行的话 你多给一点钱 你一定要给我听课 我给你做六度四舍 四舍的话 这里还是需要补舍 现在很多人花钱 做什么其他的功德 如果你花钱做佛像 这些事实在有困难的话 专门花钱 我给你一万块钱 你可不可以听一堂 《普贤行愿品》的课 也许有人听 这样大家还是应该想办法 摄受弟子 给别人至少也是一辈子当中传讲一遍 如果没有能力和机会 自己念诵 或者观想非人 在非人面前自己就讲一遍 开玩笑 有些开玩笑 有些我是真是这样想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弘扬 自己好好修持吧 《普贤行愿品》的功德确实非常大 那么这次我们已经传讲圆满了 也很感谢 我也没有花任何钱 你们听了 这样对我来讲 也是个很好的机缘 创造这个机缘的话 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 也同时感谢一些我们 除了人以外 每个人传讲佛法的时候 旁边也有很多非人 鬼神也有很多 那么一定会也感谢他们 来听受这样的普贤行愿 今天我们听完了以后 这个功德也会向天下无边的所有众生 就讲到这里吧 平时的生活 WILL就是一边的 就是这路牢 进来的 不说天下无关的 所以是神经病 保贤行骤 会不会有多大钱 就使用孩子会不会有多大钱 心思途上哪里都有两个人 我自己会不会有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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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